1958年 来到这一宗数多人在吃饭 全部都是游客 老西关这些 早上视像一定不会冷清 就算疫情也是这样 炸酱被我弄到下边 和拌均匀 其实也挺多的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早晨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人民路 现在早上8点18分 话说上星期直播时 有很多观众很踊跃留意 说有他们想去的地方 但是由于蝙蝠有限 又或者我自己大梦 有几个地方还没去 今集影片我会带大家一次过去 对面就是儿童医院 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观陆路和人民路交接的地方 出发 这里就叫做广州市医生医院 看来又不算多人 之前疫情时 这里全部都封了 这间医院 很多人很多小朋友 会来这里看病的 比我感觉中小 至于我还没吃早餐 或者到时 去到那边再说 再来 当时直播时 也有观众说 可不可以看看这间麦当劳 好像这间麦当劳有个公仔 是很特别的 我们轻轻上去看看 不过不在这里吃早餐 我去到麦当劳不多 好像为数不多 还有叔叔的餐厅 不知是否 不知大家以前 有没有来过这里 陪小朋友看医生 来这里看医生 再来麦当劳 打等就可以了 来到这里 现在这个时间 未够八点半 都多人吃早餐 众所周知 国内的麦当劳 和香港 甚至海外 有很多餐单 都是不同的 比如现在有这个 热辣蒙虾 风味鸡柳 说起餐单 麦当劳已经不算奇怪了 肯得机更奇怪 去到端午节 总也有得买 废话笑说了 我们继续走 继续往前走 便会到 跟很多医院一样 医院附近的餐厅 小食店 特别旺 尤其 儿童医院更加 因为小朋友一不舒服 可能至少三个人过来 大人可能两个就搞定 甚至乎自己一个人 所以 医院附近的餐厅 是特别火爆 我记得以前前边 还有一间大优市 已经没做了 就是吃什么云南米线 又是长期坐满的 这个位置 超市旁边 现在已经没做了 当我们来到这里 已经见到 观目楼这几个字了 观众要找的地方 应该在前边的 我们先去前边看看 在这里附近 除了医院以外 最多的当然就是 卖眼镜的店 大大小小都有的 有些可能会没有 闲光师 但是他可以找人闲光的 拿货也容易 这里就是观众要找的地方 282号至288号 这里是288号 我们走前也几格 通常返回到人民导这边这些屋 它都是连续的 都是同一栋屋 这里是286号 它的门牌 是差得很小的 这里有一个万眼镜 旁边都是万眼镜 我们再往个角度看看 由于人民桥上面 挡住了大部分的屋 这个角度 算是来远看得比较清楚了 它是一栋 一 二 三 四 我暂时看到是四层的楼 左边这个就已经重新翻新过了 至于非凡眼镜 右边这个应该是282号 上边屋这一部分的窗 还是很古旧的那种 外场应该是亚运会那时翻新过的 但至于里面的门 我想你说90年代都不出奇了 很旧 这三间屋是一体的 再继续往前走 亦都已经是其他的一些眼镜城了 好 我们再换个角度看看 人民澳 又是广州其中一个 比较多的骑楼的地方 一片一片都是骑楼的 对面也是如此 对面是少一点 这边是多一点的 好 应该可以满足到这位观众的心愿了 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继续去找屋 我们会回到西关那边 讲起眼镜城这边当然是特别多的 一片一片都是眼镜城的 如果在前边往左转 就可以过去施书路 那边也有个餐厅不错 不过我近期吃得好东西太多了 又烧我又行 如果不是 过去容易发 吃牛三星 是我的治爱 不过吃容易发牛三星 一定要等到天气才好吃 为什麽呢 到时你们就知道了 至于这里进去 已经是广州日报了 但现在印刷一定不在这里 都不知道搬走多少年 但是有很多发行 又或者做广告的事务 就在后面 过到后面就找得到 终于我们又回到上九路了 这位观众要找的地方 叫民卿大街 他说那里也有很多食物 我们去到看了再说 我们会在前边 例如广场旁边也会穿过去 建议伊面隔离那里 既然回到西关 又和大家介绍一下 回到这边有什麽玩 有什麽食 以及有什麽地方住 当然这一部份是比较少的 没说以前那麽旺的 又是吃鸡 各种的 我推荐住回永庆坊那边 我们先看完这位观众的要求 再慢慢与大家介绍 如果各位观众 回到广州游玩 你对广州游不是极熟悉的 没有亲戚住 我强烈建议 你住在黄沙附近 那里 过对面就有三面岛 过去永庆坊也不会太远 甚至乎 你住在黄沙地铁站上 还有领会广场 如果来自香港的观众 有时候很难说 食物真的不太适合 又或者天气太热的话 领会广场 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就是以前的西城都会 至于上九路这一段 很多餐厅 很多游玩的地方 已经日渐适味 就唯独除了这一间 银记腸菌 相信大家是比较有情怀的 1958年 来到这个中数 多少人在这边吃饭 全部都是游客 我看样子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 有一集影片 我和老婆来过这边吃 当时是晚上 整条路静鬼鹰鹰 什么人都没有 餐厅只有我和老婆 另外一头黑 现在全部坐门 这条路 上九路 反而多了很多便捷酒店 老实说 这些居住环境 是真的很一般 如果你预算是很有限的 例如面前这些 预算是极有限的 回到来住这些 其实都算可以说得上方便 两个字 比如前面 邪对面的城市便捷酒店 我和老婆之前去台山 就住这个牌子的便捷酒店 就像七天那种 差不多风格了 地方稍微再大一点点 很好的 例如这个房间 我今晚就要住了 有窗的 419元一晚 而且它很有趣 它还有公共的洗衣房 自助洗衣那种 由于现在是广交会期间 所以房间价格比较贵 是很正常的 这个酒店应该是说 这条路 去到荔湾广场后那些 不算 是比较企理的 大家的标杆就知道了 如果去到 非广交会 我想面前这些 我想都是 百多元 我想已经可以搞得定了 但都是那句大家设计 这些居住环境是比较贵的 维生的话 你和那些五六百元 六七百元那些比 是没办法比的 它唯一的好处就是方便 如果用以前的话说 这些就大概等于 招待所有或者是 宾馆 这样的 好 我们的废话少说 继续往前 我们会在前边 黄游转 穿德星路那里过去的 让我们时 我们的废话少说 2个月 我们也在 回到长寿东路 我们会在市场进入 顺便看看早上市场有多热闹 这里地铁亦是极为方便的 在我左手边走过去不远 已经是华林寺地铁站 老西关这些早上市场 一定不会冷清 就算疫情时也是这样 已经在买着菠萝 很漂亮是16元 至于这边卖着猪肉 文卿大街大概是这个方向 在这里走过去 又有鹿有卖 橙、金、各种都有 这里是一条一条牛肉挂着 我估计附近有很多潮山人 这里附近有很多潮山美食 通常在批发市场都会有很多潮山 如果你想吃潮山菜 来批发市场附近 应该不会失望的 再来还有大芒果5元 台龙芒6.5元 至于这边卖着香蕉和水产 前面白色发布胶盒里面 那些是水产 雨、蝦、各种 继续沿着这条路 走这条路 应该叫做长寿大街 地上就是那些 青石砖、麻石砖 两边就是那些店铺 很容易闹 之外其实他们还有室内市场 我之前和老婆来过一次 在附近也有很多食物 正如先流所说 又有兼济衣面 又或者铜器鸡粥 甚至乎陈仔烧鸽 其实都挺好的 不过我更喜欢陈仔烧鸽那些 烧鸡翼 很多食物真的太热闹了 不过在这里走 要小心地面那些池水 进来这里 跟上次来到 完全不同的感觉 上次和老婆来买菜 她觉得没有东西看 很快就离开了 这次来到 那天我们去到神德里 就差不多这样的感觉 转转又有卖菜的地方 转转又有卖菜的地方 很多都是这种 在户外摆卖的菜 有娃娃菜2元 台山菜花3.5元 和萝卖2元 菜价在市区来说 还算可以 但是和回到西朗市场 对比的那些 那当然还有段距离 但是就脚 你叫老人家去西朗市场 买什么不方便 应该往前走一点 就已经是文兴大街了 没错了 这里就是文兴大街 和西关那些路都是一样 又有些集货店 很多住在一楼的市民 门口就摆当卖菜 卖椰子各种都有 但是暂时我未见到有食物 你看看 在前边往左转 似乎都应该是文兴大街 向右转 就已经分分都去长寿东路 我们往左转看看 文兴大街 哇 这里还要卖鞋 就是这里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 之前有没有说过 在广州 见过有得吃猪长鹿粉的 阳光那些粉 好像就是这里附近 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就在这里了 我还记得个阳光珠长鹿正宗 是不是应该去试试它呢 实在遗憾 卖了 我们太迟了 只能下次请早 好 我们继续走完 文兴大街这边 我应该回去大同路那边 才找食物 哇 最后我也是回来菜鸡吃面 今次我没有要猪油拌面 和鸭吞 要了一个炸酱拌面 然后还有一个上汤鸭吞 今次又试试炸酱拌面 是怎样的 次次吃来吃去都是那些 这个吴才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 我认为对于游客来说 是真的很值得来一次 还有剩鸭吞 如果炸酱拌面 是16元 鸭吞应该是12元 大概都是这个价值 如果是大鸭吞 就贵多几元 试试拌面 这些炸酱被我弄了下边 和拌均匀 其实都挺多的 不在记者 不同其他老字号 饭店 各种那些 他们这里 是早上7点就开门 所以我说对游客最好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你是游客 你回到这里 夏天 你想过来吃个面 那怎样呢 这里是一个选择的 因为旁边已经是西城都会 首先讲讲面底 它不是那种 好像财富那种很软的面 炸酱料是有咸味 但是不算大险 有少量的辣味 还有它是有配一碗荔汤的 然后下面是放了少量的生菜 究竟是炸酱料需要不需要加醋呢 试试不加醋 它的炸酱料调味又挺好的 它不会说很巴虎的 用一些腩汁代替 腩汁我也接受到 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认为 而且它的比例是合当的 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我很怕那种 太多的炸酱料料 不要以为比较多 你会好吃 它们不在意 是卖云吞起家的 我知道 以前有个淡挑 在街上卖云吞面那种 最初云吞面出来 就是这种方法 我继续吃面 加一点哲醋 试试它 整支折草放在桌面 炸酱面应该用折草 有点无防的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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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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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很浓的肥豬肉的回甘味 但是有 如果你作为一个游客 不是在西关长大 我推荐你来这间店 为什么呢? 旁边就是地点站 旁边就是大商场 在这里就是西关的横街窄房 你可以听到那些人在说收买烂物的声音 而且坐在这里也是西关大屋 地方也够大 冷气也够足 因为在西关大屋 就算原开冷气也好 也不会觉得太温热 我吃完之后再带大家出去走 我吃饱饱 大家看上去的一点也是那一句 对游鞋挺友好的 我实际上都有几间老字号都是不错 但是如果你说想坐得舒服一点 去到又不用排队 又不用说很吵架 我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你说回到堅记 又似乎太远 因为旁边这边 就已经是西城都会 领展广场 你进去觉得 都不是很合适的路 又似乎不想走 你进去商场 再来 在正前方一路走过去 一路走过去 过了对面马路 已经是沙面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 如果各位观众回到西关这边游玩 一定是要以往沙地的站上 这个西城都会 作为一个起点 是有原因的 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们就会过去永庆坊 和殷明路那一边 也是另外一位观众要求 过去那边拍摄的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大堂路 在镜头的后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通往沙面岛的方向 正前方走过去 就已经是刚才我们 时期的吴才记 左手边 就已经在地铁站里面 连八街都有 一直往前走 向右转 是大路来的 不是那些路仔 就可以去到永庆坊 在大同路这里 你既可以感受到 广州那种老西关的味道 合泽的道路 亦都可以有便捷的交通 又有新又有旧 混合在一起 那种感觉 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 就是重桂路 观众要找的地方 就叫上延里 应该往前走一点 便会到 同样 这里也是一种老西关的味道 重桂路 大家应该都没有陌生 在重桂路靠近 往沙大道的方向 亦都有一个餐厅 小吃点 吃面是不错的 而且在前边 一步之遥 便可以去到永庆坊 大家可以想象到 这条路一直走 便是永庆坊 在镜头后面 三分钟路程 便已经是西城都会 在西城都会 穿过往沙大道 你又可以去到沙面 以及去往沙海鲜批发市场 吃海鲜 所以这个旅游推介 一线路 我觉得是不错的 在这里 我亦都有两三间酒店 可以推荐给大家 首先第一 像这些这样的公寓 我不建议大家选择 例如像这些公寓 这个我推荐叫南宇酒店 三百三十三元 一点都不贵 距离永庆门口 50米 即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如果走远一点 当然你可以回到 上下九那里 住西关10号酒店 相信这间酒店 大家都应该不会太陌生 其实也挺好的 近上下九 过来这里也不会太远 甚至乎你想住得 如果怀旧一点 胜利崩馆 亦都不用五百元一晚 便有交易 甚至乎在永庆坊里面 亦都有一间 不过那间 价格就稍为贵一点 但至于在我右手边 就是尚而里 我们进去看看 进来看看 都是那种老西关 横街宅行的感觉 这里重新装修 做得挺漂亮 右边还是红砖长的 暂时感觉 尚而里面 好像不太长 不过它是非常接近永庆坊的 以前我未来过永庆坊 我相信以前永庆坊 大概应该都是这样一格局 时至今天就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你看这些窄巷多窄 上面挂满衣服 而且一步之遥就走光了 轻轻在这里走走 看看会怎样 应该很容易拆回去 前边不知道有没有路 还要不见了那只猫 真是惊慌 那只猫走了去玩 但不时发现 这里有些屋 是外长完全没有翻新过的 是真是最旧 我小时候看到那种旧屋 另外有些已经重新装修过 装修过 当然是出租了出去 使用 这边走过来 真是窄 还可以种回几棵树 尚延里 这里就是二号 应该在这里可以出回永庆坊 没错了 一步之遥就是永庆坊 如果有观众对永庆坊 完全不熟悉的 不知是甚麽的话 再和大家科普一下 我都来过很多次了 可能有些新观众未来 没看过我的影片 在这里一直出去 就是上下九个方向 陶陶居 连香楼 那个方向 在前面有辆白色车 已经可以去到保华路 长寿路地的站 这里就是永庆坊 永庆坊比以前大了很多 里面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玩 既然都来到 又带大家去走 甚至黄振龙 都在这里开了他们的分店 不过应该是加盟店 再来 之前有观众说过 禁星气院对面上延里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永庆坊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的早上 人不多 是很正常的 这里有很多新潮的东西玩 比如正前方有起茶 到夏天的时候 非常受欢迎 而且这里古树又多 好像这些 他绝对不会说 我要建一间铺 拆掉它 他宁愿收贵一点 引入一些 比较高端的餐厅 奶茶店 比如起茶 然后这里还有居民住 比如说有叔叔来放狗 又或者正前方这里 是一个书店 当到星期六日 又或者旁晚的时候 这里还会有很多雜事 有观众就问过我 如果回到广州 想买些手信 买什么好 在附近是会有一些 卖陶瓷 各种的店铺 不过就要坐船过去 等会再和大家慢慢说 又或者在这条路 走出去 其实就是一鸣路 一鸣路是很多铜器卖的 打铜铺 又便宜又贵 如果你觉得有心头好的话 其实都可以选择 至于说回永庆这儿 有很多食物 比如面前这些 比较新派的 吃日本菜 而且前边转过去 还有两间 广东菜 一个是顺德菜 一个就是东湖酒家 都是不错的 在这里拍照 各方面都不会太辛苦 为什么呢 就算到夏天也好 虽然这里是户外 但是里面的铺 冷气 出到来的时候 都是很舒服的 或者你可以在这里 买杯饮 喝一口咖啡 前边又有牡丹楼 这边又有奶茶店 各方面的要求 你都可以满足到 还有 这个也是很值得来 我每一次经过 我都会推荐给观众的 就是坐船 50元一位 在这里单程可以去到 龙津东路 应该是 即是去到半塘那边 你就可以直接去半鸡酒家 吃饭 现在贵了 65元 奖者票 45元 贵了 疫情当时我坐过一次 好像是50元 来回好像收 65元 或70元 我忘记了 如果你继续走 刚才看到麦当努 一步之鱼你出去 就可以去到欣宁路 前边往斜斜地 就有馮小厨 吃顺德菜 你说够不够回到顺德食 我未吃过 我不知道 但是你回去顺德食 开个几小时的车 所以这个推荐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来旅游 当然想吃喝玩乐 集中在一起 而且我们的旅游 最终的一件事 就是说 你可以融入到 当地人的生活里面 这里就很好地 结合在一起 真的在广东省内 会为数不多 在我心目中 可能 顺德 金榜上街 可能算是其中一个 就是这个 顺德 凤小馆 顺德味道 但如之 你一吃饱饱 走过来这里 又可以看到 荔枝湾葱 那么漂亮 如果你说要 刚才的船票 你买了65元 就在这里坐船 大概船程是 20分钟左右 我刚才所说 在永庆坊里面的酒店 就是这个 尖雲酒店 如果你说今晚我要住 大床房 495元 如果是 有了早餐的 都是518元 旁边有东湖酒楼 你可以在这里 吃个漂亮的午餐 晚餐都可以 价钱不贵 而且还有早茶 至于我刚才说的 那个酒店 就是这个位置 你说真是一步之遥 半步之遥 再来 当你玩够之后 隔离过去 就是粤剧博物馆 免费的博物馆 好像星期一都不闭馆 因为很多博物馆 星期一是闭馆 它是例外的 然后 要预约 但是 之前我就问过 当然 以实际到场为准 有时候 外国游客 香港游客 澳门游客 没有证件预约 究竟怎么办呢 其实也是可以进去的 好了 今集影片也差不多是时候结束了 希望今集影片可以帮到各位观众 要订各位观众下集见 拜拜 萤名 3 5 3 3 4 5 5 6 5 6 6 5 5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